以前觉得不好玩的游戏现在竟然玩上瘾了 我是怎么做到的呢 不要什么事都往电子ED上推 对马岛之魂一直口碑不错 发布四年金二挡库两年 我尝试了很多次 结果连新手村都没过 最近随着对马岛上PC的热度就起来了 我找了块空闲的时间静下心来玩了一下 发现这游戏挺好玩的 现在我一有空就去做个小任务升上级之类的 我一边玩一边想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 同一个游戏同一个我 难道我的电子遗地好了吗 下面说说感悟 我觉得吧 游戏能不能玩得进去 主要看开始的那段入戏时长 只就是我们得花一段时间去了解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 就好像看好莱坞大片 电影的前半个小时都是在交代人物和剧情 英文听不懂 看字幕就看不了画面 看画面又看不了字幕 外国人长的模样还都差不多 名字还都那么长 前半小时是最难熬的 但是一旦撑过前30分钟 基本上都能看得进去 看进去了就很爽 比如高梦空间 我在玩浪人崛起的时候 开始玩了半个小时就玩进去了 看来这游戏跟我特别匹配啊 后来连打40多个小时 通关之后我发现第一张地图漏了很多东西 其实这很正常 就是因为开始的时候不熟悉 不知道怎么玩 游戏和游戏不同 对马岛对于我来说就属于慢热性 需要更多的入戏时长 另外现在的游戏太过于复杂 比如手柄本来就有那么多剑位 关键还都用得上 这是弓 这是防 这是轻攻击 这是重攻击 这是加速 这是潜行 这是上马 这是下马 还有各种组合剑 另外任务 还有必玩的主线 还有可玩的支线 甚至还有隐藏的福利线 我们奔跑赶路的时候 除了要看路 还要看风 还得看鸟 还要注意营火层 甚至狐利 武器和装备都能升级 还有各种架式 各种服 甚至装服的那个位置 也得解锁 除了一把刀之外 还有一把小刀 还有两种弓箭 还有忍者标 还有炸雷 随着不断的升级 还能解锁更多的架势 以及更厉害的组合招式 我现在才过了第一章 就学了这么多东西 10个小时 不知不觉的就进去了 而这只是开胃菜 你们听的 是不是觉得也压力山大的 其实不光是对马岛这样 现在连NBA篮球 和非法足球也是如此 我以前玩比较早期的 非法酒吧的时候 操作很简单 这是传球 这是射门 这是大脚 这是加速 好像那时候足球游戏 连假动作快捷键都没有 过人纯粹靠跑位 那个时候的实况足球 顶多有一个塞球 非法连塞球都没有 现在我玩了一下FC24 各种各样的招式 看得我都头疼 这哪是足球游戏 这分明是个格斗游戏 所以我还是只会用那些 最基本的键位 以及最基本的跑位 然后系统给我评定一个 适合我的难度 是半职业难度 其实这种越来越复杂的游戏 我不是很喜欢 但是也没办法 只能跟着潮流走了 当年玩混逗螺 一个跳跃 一个子弹的日子 一去不复发 另外我在开头说的 玩游戏要有大块的时间 整块的时间 而且需要静下心来才能玩这种游戏 如果你满脑子里装的都是客户的提案 部门的业绩 还有没完成的各种报表 回到家帮孩子辅导作业 还有很多家里的琐事 脑子都被这些东西占满了 你的体力条 精力条都快没了 这时候打开PS5 估计也就只能逛逛PS商店了 还有就是要玩这种游戏 不要中断太长时间 如果你一个月不玩 当你重新捡起来想玩的时候 不仅剧情连不上 连剑位也忘得差不多了 哪个是风 哪个是飞镖 甚至你想吹口哨叫马 结果按了夹写 所以解决办法是 在一段时间只玩一款游戏 通关后删掉 再玩另一款游戏 这么玩还能节省硬盘空间 我开始在玩对马岛的时候 说白了就是没玩进去 这游戏需要更长的前戏 而我当时的时间 都是碎片的 玩这款游戏只接触了一些皮毛 我现在玩的进去 可能是因为我刚通关了 《浪人崛起》 对这种游戏模式更熟悉了 才更容易上手 我现在想一想 我是差点错过了一款好游戏 不过对马岛之魂 这游戏确实很杀时间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 全部内容 做出我一些个人的感悟 给各位参考